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第五集的肉肉素包 昨天晚上無預警任天堂發布新機種 在七彈大作戰2聯盟到一半收到這個消息 頓時讓我突然分心 結束過後立馬首刀前往觀看 發現更新的部分其實並沒有很多耶 提升變成OLED以及上幀變成7吋的螢幕 主要的解析度啊 效能啊 電力啊 好像沒有特別極喔 好的 但今天的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是釋出畫面裡面有未曾流出的 七彈大作戰3的遊戲畫面 這種令人興奮的事情我一定要第一時間馬上整理給大家 雖然整體畫面的時間沒有很長 但是也算是可以發現新武器弓的一些特色 而且老人應該是沒有想要讓大家看得很清楚喔 畫面裡面還增加了一些導彈啊 撞個的潑墨啊 真的是有夠壞的喔 好的 第一點 擁有兩種攻擊模式的弓箭 現階段可以看到弓箭有橫開與直開的模式 這兩個模式似乎都有蓄力的功能 與線型的狙擊非常的像 不過橫開的部分啊 蓄力擊發之後啊 就是三把劍遠程直射啊 從走位的感覺看來啊 跟特務傘的攻擊方式有點像 看來弓應該算是輕型武器囉 然而直開的部分啊 就與狙擊很像啊 有一擊必殺的能力喔 但這個擊殺的形態啊 像是球形的方式耶 不知道是不是範圍攻擊呢 像是水球啊 或是爆裂槍那個樣子啊 而且目前看起來蓄力的時間很短喔 弓箭的前端會發光 像是魚炮擊 吸氣的那種感覺喔 再來就是潛墨的時候啊 依然會保有蓄力的這個能力喔 好 第二就是七彈一代的武器啊 Super Shot 基於我是二代才入手的玩家喔 所以也沒有經歷過經典一代喔 三代也一樣啊 出現一代的這個武器 Super Shot 應該叫做超級射擊槍嗎 據說三代是以新型態設計出現喔 看起來有點像長壽司的那個射程喔 射速喔 然後 SP 的感覺很像是兩顆巨大的水球喔 感覺被擊中的話應該也是直接死的喔 雖然現階段呢 還是少少的資料可以收集啊 不會有一種新進度的感覺喔 即便這次新機種沒有上到4K喔 但是多了一個我覺得很讚的功能啊 就是網路線的那個孔喔 而且大家有發現網路線孔的畫面啊 在結束過後就是七彈三嗎 老實說我個人覺得喔 今天網路線真的差很多喔 尤其是射離競技遊戲啊 不由得一絲一毫的延遲啊 不知道這是不是老任的巧思單牌呢 好的 雖然七彈三是2022年才會推出啊 但這一年間啊 我們還是會持續推廣七彈二啊 並鎖定七彈三的遊戲消息 也非常建議還沒入手七彈二的大家啊 可以入手來玩看看啊 至今啊 還是超級好玩的啊 但我們也希望啊 同時更新不一樣啊的遊戲啊 希望大家給我們多多的支持啊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不錯 記得給我們一個按讚 並且留言分享你的心得讓我們知道 如果你是肉粉 拜託拜託 先幫我按一個讚 肉肉鼠寶 我們下回再見囉 掰掰